龍系的天王 四天王源自 太陽 沒問題是電磁波電落啟暴龍 他們多數都是物攻手 很少特攻,我們反射壁 地震 岩崩 OK 地震岩崩我們馬上換巴格拉上場 接著 其實巴格拉上場應該都會死 可能 可能 不可能會死 我們尖攻打 接著用靈魂衝擊打 尼亞綠莎 咦? 我快點 誒? 弱點保險 奪得頭盔 龍頭地書可以上場 這個時候 巴格拉用 巴格拉用 巴格拉用岩崩 這裡用 敵衝轉 轉到這裏 綠莎綠莎 哇! 沒命中毒啊 剛才龍頭地鼠 不是吧 炸蟹 哎呀 剛才那裡沒有中 剛才 岩崩也沒有中 為什麼 打不死這隻 不要緊 尖攻打三頭龍 這裡用 攀木布打 綠莎 紅星菌 哎呀 他生魚皮 再加 再加這個 垃圾頭盔 我會要輸 這裡 贏不了 尖攻打這隻 水炮 水炮不到輪槍 沒得選 尖身撞 即是飛行蟲 OK 黑霧這些 不要 哇 贏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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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上龍 神經病 馬上龍贏不了 神經病 還有Mega 不 Z技 很難打 尤其是他這樣啟暴龍 不是 薑莉亞綠莎 才對 因為我沒有特攻重 沒有特攻重 最大問題 不如試一下衝浪 不如 嘗試衝浪 雖然我知道也沒什麼傷 怎麼用呢 他打到自己麻痺了 李魚龍 班吉拉 班吉拉 班吉拉真的不同 他就說 這個 還可以先留下 我覺得 好像沒什麼用 感覺上 感覺上 好像 放在這裡也沒問題 放在這裡 然後全部都打到 右手邊 射炸 這個可以換吧,換一換吧 換做李魚龍 尖攻繼續打契布龍,不如龍武 劍武啊,利亞綠莎用了,那我們要弄一弄去吧 這裡開地震,然後李魚龍攀布布打 好像不行,因為他用了,但是這個彈條粗八尺,他會不會避呢?他會不會守護呢? 試試看 嚇死的 避陣OK 他會不會用守護呢?我們看看 這個時候我們用岩斌 好 哎呀,突然不死他了,他剛才龍星群那一下已經把我打殘了 那是否遺憾 涵斌加稀炸 鋁鋼龍是什麼? 鋁鋼龍啊,還有一隻,神經病 很難打啊,又加上Mega進化,雖然我也有 雖然我也有Mega進化 嘩,超級的,這個地,馬上轉一隻 馬上轉一隻三頭龍出來 我覺得應該贏不了這個龍道館 太厲害了這個龍道館 試過一次 OK 看一部龍馬避了 接著出的是 出一些快一點的給他打 等他,這個有神通力 可以用神通力打他 然後這個換做 要不需要換呢? 直接用妖精技打他 嘩,超級的,換三頭龍出來 不要緊 不要緊 我馬上換普通技打 OKOK 龍頭地書不行 班格拉 我來 班格拉 尖石攻擊打 三頭龍 營運衝擊打 右邊 是不是守護 不守護? 蛤,竟然用惡之波動 竟然有此事 拿一隻 會唱一隻 可以嗎? 好了,駁一打 這個龍可以用 應該用Z技打 班格拉 嘩,又用3 嘩,竟然殺在我這隻 牠多不守護 龍頭地書 雙咽,還有雙咽 雙手 雙手 喂? 剛才沒到他嗎? 動彈不達 好 這裡用... 這裡地震可以嗎? 這裡地震 不是的 其實可以雙地震 雙地震也沒有 因為龍頭地鼠這一彎會先動 因為最重要是那隻格鬥龍不可以被他打死 我們可以用... 雙地震呢 龍頭地鼠一會不吃班格拉 不行不行不行 這裡用咬碎 咬碎 很難選 再硬分吧 這裡用... 直衝轉轉的 唉...都沒有 這裡地震反而震死自己 不要緊 這裡開地震 這裡開地震 然後這裡開個... 綠寶 噢... 噢... 有足夠一隻... 烈雷沙 不過剛才也不是 剛才如果我打死他... 其實剛才我打死他... 好像有得贏 現在是輸的 其實也有機會的... 其實也有機會的... 我們電磁波電到這隻... 在龍頭先... 然後用鑑寶岩蛙拼他的東西出來 這裡再用... 其實我這裡再用... 靈魂衝擊打左邊... 有沒有想法呢? 唉... 對面不換蟲啊 今次... 對面馬上消失了 唉... 但我的東西死了 沒有開到光場 嗯... 你怎麼用呢? 這裡我開個... 神通力打啟暴龍 龍頭 好... 岩崩... 行... 沒事... 這個位置開... 斑個拉吧 Bega進化的岩崩 之後呢... 我們用... 咬碎... 咬... 啟暴龍... 行... 岩崩... 彈票... 咬碎也可以的... 只要是咬碎... 咬小姐... 三頭龍... 還是三頭龍... 就算我開了... 什麼都... 沒辦法... 太快了... 一個岩崩... 雙岩崩... 沒辦法... 又有隻隔龍在... 隔龍追快... 這個岩崩打他還不痛... 其實... 要慢慢靠... 威嚇嚇到他不敢動... 對... 沒有了... 這裡... 輸了... 拚一拚吧... 我們開劍武... 你又玩... 加龍光法... 噴射火炎... 好... 雙岩崩時間... 雙岩崩... 對了... 不行了... 剛才那裡最有機會... 第一場... 之後就難過... 我們照舊這樣... 光... 反射牆... 然後... 這裡用救火眼蛙的... 神空力... 之後開光場... 這裡用... 龍槍... 靈魂衝擊... 有三頭... 一下秒... 有尿道啊... 然後就是... 嘩... 這麼快啊... 那我Mega地震... 我直接Mega地震... 之後... 靈魂衝擊... 右邊... 嘩... 厲害了... 神經病... 不過我打... 長毛巨魔不痛... 因為我的長毛巨魔... 夠厚... 夠防... 夠厚... 氣炸打... 永遠... 噢... 要弱點保險... 不要緊... 神經病... 好... 紅頭地書上場... 瘋狂岩崩時間... 暗格拉用岩崩... 這裡用劍... 嘩... 不行啊... 因為它... 它一定地震... 地龍... 不行不行... 這裡用岩崩先... 這裡換手... 換一隻雷魚龍... 射身狀... 神經病... 他還要開... 他還要開這個劍帽... 這隻... 綠莎... 傻了... 不要緊... 我們打... 神經病... 地震... 不是十萬伏... 但是不是傻了... 尖石攻擊打... 不是... 咬碎打這隻... 然後... 直通... 轉... 唉... 沒有了... 沒有了... 先打... 打成平手... 就算我輸了... 有沒有搞錯啊... 算我贏吧... 剛才那場... 風平... 不過... 想不到... 一下子地震浸得這麼痛... 雖然我有命慾... 但是都想不到... 先調救吧,廣州的利亞綠莎先 防他的噴射火焰,這裡可以送死,這裡靈魂衝擊打 嘩,真的很厲害,一下子打死了,招搖精靈 都很適合,四倍 突然之間沒有升起 這裡地震不行,因為他可以趕走 算了,不要趕走,要趕走 這個地震,然後換利亞綠莎 反而對面用到顏繃,真是狗 嘩,快要掛死了,利亞綠莎 即將掛死了 不,不,不 應該是布瑞匯快一點,說他Mega座 手,雙手,OK,行,沒事 應該是快一點的,對,我快一點 OK,我們有加攻了,這個時候可以直接開地震 這邊用水技打 打得很好笑,不過不要緊 OK 用格鬥技,對,好像格鬥技 然後龍頭地鼠 這裡我們開個尖弓,或者是岩崩 照舊 直衝轉 對,不要開地震 開地震太危機,其實我很想開地震 所以,其實虧虧,一定虧虧的 就算這裡也在虧虧的 我們班格拉,用地震,這裡換走 都不行了,這裡 不行了,他雙打技 唉呀,差在那裡 這裡真的差一點點 反射壁 光場 其實一來打死三頭龍會不會好些呢 其實都可以試一下,一會兒可以試一下屈死這隻三頭龍 其實應該可以的,因為這麼快已經把他那隻三頭龍 帶走的話,我覺得有機會 這裡反射壁 神通靈 開光場 那我這裡可以直接用輪場 然後用靈魂衝擊大隻 唉呀,他先打死我這邊那隻 竟然是這次 那會不會很大影響呢 好像會 很大影響 可能因為剛才扣多了 扣多了血 所以他覺得,判定打死這個 這樣 這次就少血很多 這裡用龍槍 然後靈魂衝擊打這邊 對,他就會打左邊那個 這個時候 我們直接出一隻龍頭地鼠 龍頭地鼠 報榮圓 開個劍帽先 開劍帽先 靈魂衝擊打 報榮圓 報榮圓應該打不死我隻龍頭地鼠 嘩,這麼痛呢 剛才誰打下來了 嘩,誰打下來了這麼痛呢 不要緊 不要緊,黃奔之後再換奪阿拉斯 他應該會守護吧 嘩 剛才打不中 他這樣炸下去應該會死的 我覺得 沒有了,輸了 一隻殘血 然後只剩下兩隻打手 反射逼 好,這隻手 嘩 不通的光場 不通的光場 衝擊 好,這一場好,直接麻痺了 龍頭地鼠 對,因為一出場就已經過了我攻擊 所以其實可能有點危險,但不要緊,我們用欺詐打方法 龍武啊,OK 為什麼會扣血呢?我剛剛沒有看到 再開一次,這裡再欺詐打 哎呀 對,因為我剛剛欺詐打他 為什麼這麼快死呢? 啊?一下就死? 火拳有這麼厲害嗎? 他沒有加到東西的 有沒有這麼厲害? 我還要有盾底下 還是剛才爆擊我有沒有看到 按得太快 分 分 哎呀又 又打多了血了 長毛舉摩 連續命中兩次 啊,他這個傷翼這樣打下來就馬上玩完了 我唯有用一些厲害的技能,打一打,看看會打在右邊 對,打在左邊 咦?還打不少一個甲鵬人 我還要打發 OK 好了,這時候我們可以開個劍帽 然後開希詐,打這邊 我死了 我死了 對呀,正常是這樣的嘛 傷害 怎麼會是剛才一下打下來扣了那麼多血呢 那個火拳 雙守護 我們雙硬粉 啊,這個一件沒了就是這個效果 還要開地震龍頭地轉 然後換鯉魚龍 OK,再開地震,這裡開攀木步,或者開龍腦這裡可以 啊,這樣才是 哎,贏了 贏了 正常來說應該是這樣,他的火拳不應該這麼痛 剛才有一下是,果然不是浪得虛名 你能夠走那麼遠已經證明了你成為這個訓練師的水平 看來你知道戰勝的條件 訓練師所需要的就是高尚的心靈 感受到心靈並且從中學習,感受到訓練師的心靈並且變得強大 繼續向前,冠軍在等你 好了,今集時間玩了這麼多,都很長 但我們今集時間差不多了,我們下次繼續打這個冠軍去吧 好了,拜拜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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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